嗯,厕宝们寄过来一个茶花啊,养得要不行了 让我给它收拾收拾 哎呀,又是个茶花 茶花这个东西呢,它也叫三茶花 三茶花呢,它长在山上 你从底下看是云 但是你从山上看的时候呢,它就是雾 也就是说什么呢 它对于空气湿度的要求稍微较高一点 第二个点,它就是喜欢冷凉 它不喜欢那种燥热燥热的 你看山峰,山峰熙熙,欧峰为好 而且啊,它是长在南方的山上 南方的雨水又多,大多成一个热穿性 也就是什么呢,三茶花的耐碱性就很一般 还有对峻花也是同理哦 你看咱们北方的花肉养的时候 一个是空气湿度不够 再一个呢,是碱性过高 还有一个呢,要么就是燥热,要么就是寒冷 肯定要茶花,它就差点意思 不止一次的跟花肉们说 要因地自宜的去养一些自己喜欢的花 南方遍地草,是北方养不好 这个花就是很适合 这个茶花来的时候还行啊 这个花有的茶花来的时候还行 咱们先盘一下它的这个缺点吧 还好,来的时候就比较健康 这个在手里边应该是受不了大问题 没有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很厚的渗水层 用到的土也没什么毛病 花盆也没什么大的毛病 就是说啊,它原本的这个土球 在种的时候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要适当的扒拉扒拉 然后咱们重新给它翻动翻动就行了 浇水还是有点大,你看到没 茶花的耐旱性挺好的,其实蛮好的 干的点养略微的 埋的有点深 埋的有点深,对 换了没养茶花的时候一定要刚才记住咱们刚才说的 你如果在家里面空气湿度不够 还有方方面面什么都不够的时候呢 就,养茶花就很难 你像这个,它这个原本的土球啊 它没有做这种适当的一个松散的处理 你知道吧 那养活起来,对它就板了 它这个根系它就长不出来 其实我不建议大家买这种的 最好是,如果是咱们自己家庭盆栽的话 尽量的去买那个什么呢,叫椰康的 或者是那个营养土的 你看这种泥土的,它很黏,你看没,它很黏,这种 一旦就是焊过土了,这个土就棒硬,你知道吧 这个花油还很懂事 用的是这个腐叶,加了它原来的那个土 知道吧 没什么大的毛病 毛病不是很大,用的土都没什么大毛病 就是养的有点掉叶子吧,他说的是吧 对 有点掉叶子,你看它老是喷水,你看到没 这上面是不是,水碱很大 就是第一个点就是碱性高了 第二个点呢,它用的花盆比较深,它埋的也很深 来的时候都这样是吧 埋的很深,这种有点闷根 我就给它扒了出来了一部分 下来咱们重新种 原来的这个盆略大了一号 其实种的时候不需要太大 一定要用那种浅一点的花盆 就是你花盆用的很深哦 它也不太好 你可以稍微广一点,可以稍微浅一点 你看当时说,你看到这个,跟我这个对比的话 就显着深,它埋的又深 上面就导致一个闷根 其实它这个不是说不能用,是可以用 咱们要用它这个时候怎么用呢 来,第二年呢,咱们 给它用它这个盆送吧 然后呢,这个土呢 我看了一下 问题不大,土问题不大 然后就是碱性高了,应该是 你能闻出来吗,一股那个火碱的味道 就是那个 反正闻了就是感觉就是水碱很大的感觉 它这个土 但是加了松针,也可能是懂一点这个酸碱度的事 用它这个土,反正看那么点点意思 要是健康的啥话,用这个土是没有毛病的 哎呦,看着这个土,我就烦了,没起 算了,给它洗了吧,洗了换了 我原本不想洗给你换土的 但是我看着这个 就是咱们家庭盆栽的话 你这么养这个茶花 肯定是差那么点点意思的 好了,接下来呢,用老花一的一个通 泥炭土呢,再给它重新种一下 然后呢,茶花呢 给它做一个透水层在下边 加一层火山盐当透水层 然后呢,往这个土里面加点火山盐 稍微加一点 增强一下固定性,因为它后期还得生长 不要加任何的肥料啊 直接垫一层底土 往里面塞就行 我这样提一提是为了让那个根系跟土更充分的去接触 所以这话,我们也要盖它 每一个操作都为的啥 你别都是跟人家学的有模有样的 和寒丹学部一样 来用点火山盐垫个面 你看我上下都给它做了透水层啊 等于是,这样就不会增加闷筋 而且增加了它的一个固定性,一遍透水 今天要做点往常没做过的事 给这个叶子稍微洗一洗 这个花油真的是 它自己水减那么大,一斤都掉了 花油门在喷水的时候尽量的用纯净水尽量的去喷雾 还得管洗澡的 给养花过来还得管给它洗澡的啊小朋友 咱们服务太到未了也 然后呢,咱们找一杯水往里面加两滴生根液再给它灌一遍 当一个药饮子 不用很多啊,加两滴就行,就是个要饮子 饮一饮根 之后呢,给它放到一个半洋的地方就行了 不要强光暴晒啊,错吧 最好是空气湿度越高越好 你还记得咱们放到树底下的那盆叉花吗 去年的时候放到树底下 那个地方潮湿度就很高很ok 然后呢,好多的话有老师问 老花一怎么样增加空气湿度这样那样的 我跟大家说,教给大家一个小的一个技巧 大家可以用一个无限大的一个托盘 就是越大越好,越大越好 然后呢,把一个托盘放上去作为一个隔水 之后呢,把这个花放到那边 就相当于蒸馒头一样的感觉 这样空气湿度就会略微的提高一些 然后呢,像咱们正常的遇到这种长花的话 最好是稍微能覆一下这种,覆盖一下 让它湿度稍微大一些,它会长得更哇塞一些 我就不放到棚里面了,因为不少的花有提意见 所以老花一你有棚,我们没有 有没有棚,它其实是次要的 关键是你要懂里面这些事 茶花还是那句话,叫山茶花 在下面往天上看是云,其实上面是雾 喜欢空气湿度高一点,喜欢弱酸性 喜欢冷凉,不喜欢高温的一个暴晒直射干燥的那种干子 好了,茶花的一个 洗根换蜀吧算是吧,这个花友 放心啊,这个花友这个挂不了 一边关系茶花的洗根换蜀,给一个如何救治 也简单的给大家说了,好像分享到了 这个如何养护的技巧,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养护的可以视频上留言 想要寄养的错本,私信我们 来回的快递费自己戳 养是不要钱的,我才老花一 养花最早一,觉得不错,就这样子 怎么啦 嗨 嘿嘿 嘿嘿